甄嬛传贴身丫鬟结局大盘点 小众们的拉拉扯扯我们都看在眼里 唯独这丫鬟们的结局不是特别清楚 今天我们浅盘一波 甄嬛传里那些贴身丫鬟后来都怎么样了 No.1 宝娟 作为名场面的见证者 咱们宝桑的眼睛也是看遍了时间沧桑啊 安小鸟刚来宫里第一天 也就是他俩第一次见面 当时安小鸟被欺负 宝桑在旁边可是帮了忙 第二天下冬春骂街的时候 宝桑都能把安小鸟骂回去咯 后来给复杀贵人墙底下搓昏 各种为了安小鸟奋存不平 看来宝桑虽然身在后宫 但是也有梁山豪汉一般为别人出头的想法 看来全剧最有义气的丫鬟非宝桑莫属啦 还有修修香这事 整个眼洗光除了安小鸟之外 也就只有宝桑知道了吧 可见安小鸟对他是真的很信任 当初滴血严亲的时候 给梅姐姐报信惊胎这种要命的事情 都是交给别人来做 只可惜最后安小鸟倒台的时候 四大爷下令亲近者杖杀 所有伺候过他的工人 亲近者杖杀 宝桑作为最亲近的人 肯定是难逃一死啦 No.2 翠果 翠果 打烂他的嘴 翠嘴小姐可是不得了啊 他可是掌握了女主的人啊 其实翠嘴平时没啥存在感 最突出的功绩呢 也就是甄嬛长街受辱时 齐飞让他掌握甄嬛 还有给甄嬛送加料粒子糕 以及给叶兰衣送段子绝孙红枣汤的时候 都是咱翠嘴亲自上阵呢 他对齐飞也是很忠心啦 眼看着主子实名之下毒 他都没想着要跑 而且翠嘴这人呢心地善良 当初齐飞硬让他打甄嬛 翠嘴还下不去手呢 按理说他的福气应该在后头 可是在齐飞自尽之后 翠嘴也被人杀了 但是幕后凶手是谁 这至今还是个未解之谜啊 翠嘴真的好惨呀 他绝对是整部剧最无辜的丫鬟 No.3 简秋姑姑 作为丫鬟中的重量级人物 简秋也是第一级就出场的人物 他身为皇后身边的侍女 眼界自然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就比如慧春还在为华飞拿走了好东西 而愤愤不平的时候 简秋却不以为然 估计他也是全剧最早看到 遗修坏人形象的人吧 平时遗修干坏事 简秋可是公骨之臣呢 不管遗修处于什么境地 简秋都在一边不离不弃 如果说遗修这一辈子是为了皇上和后卫 那简秋这一生就是为了主子而活 最后为了给遗修报仇 给甄嬛下毒不成 自己被关进了慎行司 简秋受尽刑罚还是不改口 谁知道被猪队友卖了个一干二净 想必他的下场也是死亡吧 这三位姑姑身上都有点梗 大家看的都还欢了吧 那么接下来就告诉你们谁最好哭啊 甄嬛传最让人一难平的丫鬟是谁 那肯定是刘珠 可爱的刘珠小天使在全剧绝对是我的心头好呀 他一直活泼可爱 对主子甄嬛终心耿耿 当初幻璧在府里过得内叫一个好 连安小鸟都以为他是甄嬛的亲妹妹 刘珠也说幻璧在府里被宠得像是二小姐 明明刘珠也不知道幻璧是真爹的女儿 可是对待遇问题从来没说过什么 也根本没有嫉妒过幻璧的境遇 他没有那么多的花花心思 每天只想着怎么照顾好甄嬛 刘珠那么爱笑爱闹 有他在随宣都多了不少乐趣呢 只可惜故意事件的时候 刘珠为了给甄嬛请太医撞在了侍卫的刀上 这样的结局正好暗合了他的名字 至于刘珠下线有多让人难过 这么说吧 你以为当时为刘珠流泪的只有甄嬛吗 明明还有我 那么放彩月 作为温婉眉中的侍女 彩月平时的行事作风也很靠谱 当初甄嬛装病的时候 彩月还在内务府暗戳戳表露 她和自家小组关系好的事 虽说这是梅姐姐受益 和彩月这机灵劲真是值得被点赞 还有后来梅姐姐去灵云峰看甄嬛的时候 当时他们一眼就看出来 静白是在欺负人 可彩月一句轻飘飘的话 就让静白受了罚 最老实但最有机灵劲的丫鬟 肯定非她没手了 难怪梅姐姐带了彩月和彩星两个人进攻 可彩月却更加得力 只可惜最后梅姐姐下线的时候 彩月也消失在了宫里 萧许她和温石出一样 M6如意 似如意非比如意 她在咱静飞身边 还只是一个没啥存在感的宫女 不过这也不能怪她 怪就怪她主子本身就很低调 除了喜欢养乌龟之外 也就是在宫里输出砖了 我总记得静飞撞见三个表白英贵人的时候 身边跟着的就是如意 其实一开始静飞还没多想 如意浅浅的分析了几句之后 她才想到是这俩人可能有一腿 看来如意这是跟着静飞久了 已经学会了主子随时随地 发现新CP的能力 最后静飞成为了太贵妃 如意应当也一直跟着主子伺候 咱们这几个丫鬟都是老实机灵又可爱 但你知道有一些丫鬟 竟然可以脱离这层身份吗 一不登天的丫鬟是谁 必然是宋芝了 作为华妃娘娘的陪嫁侍女 宋芝在宫里内叫一个牛气冲天 反正没有嫔妃愿意得罪华妃 也没有奴才愿意得罪宋芝 本来宋芝晶晶爷爷 在宫里干了这么多年 只是没事的时候在四大爷面前晃了晃爪子而已 就被华妃训斥了一顿 之后华妃为了所谓的大忌 把宋芝送到了四大爷的面前 亲手让自己的丫鬟变成了好姐妹 宋芝也从伺候人的奴婢 变成了被人伺候的小主 简直是一步登天 不过最后年飞加倒台 宋芝又变回了丫鬟 在华妃去世之后 她的下场应该也很凄惨 说来宋芝这辈子也是可怜 她生来就是奴才 陪着华妃入宫之后干了那么多年 到最后还是要被献给四大爷 更可怜的是 他们以为是宋芝很得四大爷喜欢 实际上人家就是装的 她压根就对宋芝没那个意思 可怜的宋芝竟然搭上了一辈子 可是后来华妃落魄的时候 宋芝还愿意跟着她 这也能看出她的忠心了 真是可惜 她的身份有点特殊 虽然是丫鬟面 可她确确实实是甄嬛的妹妹 也是因为这样 幻碧才会眼光那么高 一会想勾搭四大爷 一会又看上了果军王 前期幻碧的缺点就是心比天高 所以她轻易的被曹琴莫利用 差点成了伤害甄嬛的戾气 也是她运气好 假如刘珠他们因为这事看不起她 逐渐开始排挤她 那她可能早就做这黑话 享受不到其他的了 不过幻碧虽然有二心 但陪着甄嬛去凌云峰的也还是她 经过这一遭之后 幻碧干活也算是勤勤恳恳 后来在一次宴会上 果子里掉出了放有甄嬛小巷的荷包 四大爷把剪纸拿出来之后 引得众人开始胡乱猜测 所以幻碧才上前说那个人是自己 并且从一个丫鬟变成了甄嬛异妹 果子里的侧附近 虽然幻碧同管全家 但随着果子里对梦境闲的偏爱 日子开始不好过起来 最后因为果子里被四大爷弄死 自己也选择了壮观 他可能不太出名 但是他主子端飞你一定认识 一格店娘娘的丫鬟 必然不会那么简单 因为端飞身边只有他一个丫鬟 这也就意味着 他在料理杂事之余 还要照顾主子 替主子打探消息 甄嬛传最全能的丫鬟 肯定非他莫属了吧 吉祥能跟在端飞身边 也是个聪明人 至少善和人社交 打入了太医院的太监情报王里 这要忠心又能干的人 实在是不多了呀 最后端飞也成了太妃 可仍然还是总生病 那作为心腹 吉祥一定是会伺候在身边的了 这些丫鬟呢 都有一个特性 那就是聪明又忠心耿耿 这样的人 哪怕是在现代职场 也很难有人不喜欢吧 为什么甄嬛回宫之后 幻璧再也不输丫鬟头 而是戴上了棋头呢 作为一名有后台的丫鬟 自打幻璧出场开始 他的穿着打扮就远胜于同事留住 不过出入宫时 二人的棋头还是很像的 除了在幻璧起了野心 想勾搭四大野时 精心打扮自己之外 其余时间 他都是规规矩矩的丫鬟头 可自从他们从甘露寺回宫 明明幻璧还是伺候甄嬛的丫鬟 他怎么就梳上了高调的大棋头了呢 首先就是为甄嬛回宫做铺垫 甄嬛当初离宫到甘露寺修行 备受欺辱 那怡修和奇贵人 都把甄嬛损成啥样了 好不容易回来了 甄嬛自然是要打扮的风光华丽 狠狠的打那帮人的脸 幻璧打掉的高调一点 也是在为自己增长士气 同时这也意味着 甄嬛从回宫那刻起 就站在了权力的中心 苏培胜做对时 实在不宜打扮的太高调 但幻璧就不一样了 他生性就心高气傲 为人厨师还有点张扬虚荣 这是宫里人都知道的 想当初安琳荣把四大爷赏的浮光剪 送给甄嬛 甄嬛赐给了幻璧 特地嘱咐他不要张扬 免得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可幻璧一点都没有听进去 转头就穿着浮光剪出去了显微了 还说自己穿起来比安琳荣穿好看 得了一件好看的衣服 他都能得瑟成那样 西非回宫那么大的场面 不让他好好打扮 他能干 甄嬛也知道他的心思 反正今天这场面就是用来得瑟的 也就由着幻璧去了 同时也因为如今的甄嬛已经金飞锡笔了 不仅风飞回宫 肚子里还揣着娃 四大爷对他宠得跟什么一样 极致的宠爱 自然要给予他一些与众不同 纵观各宫宫女的打扮 之前也就只有皇后的景人宫 和太后的寿康宫的宫女 能输齐头装扮 那福字刚出场是皇后宫里的 所以输的是大齐头 然而等到他到了华非宫女之后 立马就换了一种化剂 可见宫女的打扮 也和主子的身份地位息息相关 如今甄嬛的地位被抬得这么高 他宫里的宫女打扮 自然就可以与众不同一点了 而人家幻璧作为永兽宫的贴身大宫女 又是甄嬛的陪甲丫鬟 陪着甄嬛出生入死的 穿的华丽点怎么了 谁让甄嬛得宠 地位高呢 为什么甄嬛回宫之后 四大爷看见之后 勃然大怒 直接下令关了甄嬛的禁闭 从此他便失去了恩宠 在这偌大的后宫 没有了恩宠 就相当于没有了依靠 各种用度全都被可扣了 就连送来的饭菜都是馊的 甄嬛怀着怨 本来就处处不舒服 再加上太过伤心难过 什么都吃不下去 整日心里憔悴的他 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了 眼看着甄嬛蓄弱到晕倒 刘珠换臂小允子冲去找太医 侍卫死活不放人 刘珠就撞刀自尽了 侍卫们今天闹出了人命 就赶紧向上禀报 这才请来了太医就职甄嬛 甄嬛在得知刘珠死讯后崩溃大哭 可这次之后 再也没见他提过刘珠 这是把刘珠给忘了 当然不是 刘珠之死是甄嬛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在此之前 甄嬛一直都将四大爷当成是夫君 对他的爱非常纯粹 可刘珠的死却在提醒他 不要再对皇上抱有什么不切实际的幻想了 想要能在吃人的皇宫活下去 就不要执着于无用的情爱 前世之师后世之鉴 如果他再不动手保护自己 那么他身边的人 包括他自己 都难逃像刘珠一样 倒在血泊中的命运 甄嬛曾说过 刘珠的性子最像自己 刘珠是什么性格 耿直活泼 爱吃爱玩 天真浪漫 刘珠的离开也代表了 甄嬛的天真猛种不复存在 从此以后 甄嬛也开始逐渐黑化 继非回宫 断情绝爱 死后种种 只为了复仇 之所以不再提及故人 想必是因为真正内心在意的人 是绝口不提的吧 毕竟刘珠从小和他一起长大 情意不是一般的深厚 又是为了他才死的 所以每提起一次 都要痛苦一次 心都要饱受煎熬一次 同时他也不愿意再回想起 那段被皇帝辜负的卑微时光 他要向前看 不被过去的悲伤所束缚 虽说剧版甄嬛传中 确实没对刘珠死后的事情 做过多的赘述 只有四大爷的一句 去申请司令罚 但是在原著中西非风光回宫之后 第一件事就是找了当年的那个侍卫 先使将他言行拷打了一番 随后又将他丢进了慎行司 让他过上了生不如死的生活 甄嬛心里永远都是有流珠的 甄嬛传中军功赫赫的年庚瑶 难道真的不知道功高震主的道理吗 华妃之所以在后宫那么嚣张跋扈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一个好娘家 他的哥哥年庚瑶是四大爷的骨功之臣 不仅为四大爷的登基立下了汉马功劳 之后更是在沙场上履历战功评判四方 而且这个年庚瑶是真的宠妹妹 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东西都留给华妃 今夜细软各种阶级 从不让华妃没钱花 一有机会就询问妹妹的近况 谁跟华妃过不去 他就和谁过不去 甚至是一听说华妃在宫里收了冷带 就联合盟友去试探皇上的心意 有这样的哥哥做后盾 换做是谁都会飘的吧 试问谁不想要一个像年庚瑶一样的哥哥呢 可如此厉害的年大将军 最后的结局却是被皇帝薛冰权赐死 都说剧中的年庚瑶是死于功高盖主 狂妄自打 但换一个角度想想 年庚瑶真的不懂自己的军功赫赫 会让四大爷气惮不已吗 他真的不知道一直在四大爷面前 嚣张狂妄会带来什么后果吗 虽然他现在是武将 是川山总督服援大将军 但是在最最开始 年庚瑶可是靠着科考入室 在汉林院入职的 文武双全的他什么都懂 最是无情帝王家 或许从他气闻从母 剑功立业的那一刻开始 他就料到了会有飞鸟进凉宫藏 狡兔死走狗烹的那一天 只是他没想到四大爷为了防着他 竟然对自己最宠爱的妹妹下手 一个成型的男胎 就那么活活的没了 而谋害皇嗣之人 不仅什么事都没有 还被风飞 也就只有华妃会傻傻的认为 全都是端飞的错 此后多年 因为换一箱的缘故 华妃一直成宠 却始终未能怀孕 整个胎厌的嘴 还都长着同一条舌头 年更瑶或许早就察觉到了 这里面的卑鄙寻常 但妹妹身在后宫 他作为人臣 这事又没有确凿的证据 他只能无奈的一人再人 我在前线为你拼死杀敌 你却这么对待我妹妹 代入一下年更瑶 简直欺诈了 所以护眉心气的他 一看见四大爷就气不打一处来 于是一有机会 就在他面前甩脸子 嘚嘚嘚嘚的 说一些狂悲之言 让他下不来台 以此来给妹妹出起撑腰 当然了 历史是历史 电视剧是电视剧 只能说突然懂了甄嬛传中 年更要的嚣张发护 甄嬛传三位一难平 No.1是梅庄 要说剧中谁的死 让我哭得稀里哗啦 那必然得是梅姐姐呀 进攻之后 由于甄嬛选择避宠 梅姐姐就成了第一位事情的新人 不过梅姐姐本身的魅力在那儿了 所以即便后来甄嬛得宠 他也没有被冷落过 只是好景不长 梅姐姐被华飞安排了一套驾运服务 四大爷直接罩了梅姐姐的魅力 把他禁足了起来 这期间 梅姐姐曾经两次在死亡的边缘徘徊 十一好了之后 也彻底对四大爷量了心 转而爱恋起治好他病的温石出 最后把太后赐给他和四大爷的暖情酒 给温石出喝了下去 梅姐姐呢也成功揣娃 本来在成功骗过四大爷之后 梅姐姐就可以步入生娃养娃阶段 但就在这个时候 瓜六告发甄嬛和温石出 有点什么关系 安小鸟故意派人把这消息告诉了梅姐姐 她来宜秀宫里之后 恰好听到温石出自宫的消息 当时受了惊吓就要生产 后来梅姐姐虽然生下了惊河 可她自己呢也血崩而亡 从此之后 那个温柔笑着的梅姐姐 再也不能做藕粉桂花糖糕了 如果梅姐姐没有去世 估计会在宫里平安活到老 和已经成为太后的甄嬛 坐在一起绣花下棋 现在想想还是很悲伤呀 但又有点咬牙切齿 啊你个安小鸟 凭什么设计我们没姐姐 No.2 刘珠 虽然她只是一个小丫鬟 但刘珠小天使实在是太一难平了呀 我根本忍不住啊 所以我刘珠小天使必须要拥有姓名 她自小就跟着甄嬛对主子忠心耿耿 可是幻璧和刘珠的配置 从一开始就不一样 幻璧的衣服那么华丽 刘珠的就普普通通 她自己不仅毫无怨言 甚至幻璧说话不好听那会儿 她还会帮忙说好话 这么好的一个人 最后为了给甄嬛请太一 自己撞在了侍卫的刀上 如此的确为甄嬛请来了太一 可刘珠再也不能睁开眼睛了 她清脆的笑声也只能成为回忆 刘珠下线的时候 是谁哭了 我不说 No.3 拽费 夜兰一舍得一身寡肝 把皇帝拉下马 明明已经搞死了四大爷 自己也活到了最后 但就在最后关头 她自尽了 因为拽费夜兰一 一直暗恋果子林 还是她的私生犯 这人甚至连人家果子林 从不是人的手串都知道长什么样 她一直讨厌四大爷 也不喜欢宫里的生活 不过夜兰一虽然拽 可她不是什么坏人 虽然动过要杀甄嬛的心思 后来为了不让果子林上线 夜兰一不仅没有动甄嬛 甚至是滴血验心时 还帮忙找证人 或许从夜兰一被果子林丢了之后 就一直在为她而活吧 畢竟刚进宫那会儿 夜兰一就找不到了活着的意义 是在果子林的圈说下 才好好活了下去 所以在四大爷去世 夜兰一为心上人报仇之后 她似乎就真的没有了 再活下去的意义 这才用那把匕首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可是这也太可惜了点 她明明可以好好活着的 这几位一难评 是真的让人很难受 可在宫里生活这么难 结局不好的也并不止这几位 甄嬛转这15位的结局 竟然都这么惨 No.4夏宗春 四季妹妹可是个欺软怕硬的主 她选秀的时候就欺负安宁荣 但是被硬气的甄嬛打发走了 后来因为名字有趣 被四大爷选进了宫里 但是在那个时候 夏宗春就引起了华妃良良的注意 分宿舍的时候 又碰上了家世韩威的安宁荣 她每天欺负安宁荣就算了 给宜休请安那天 甚至直接找上了甄嬛他们三个人 这么一闹腾 华妃直接走过来给了个一张红 之后夏宗春人是活着 但是腿废掉了 也被挪去了冷宫 想必之后的日子也不会太好过 No.5于婴儿 那年冬天 于婴儿靠茂名顶替 成为紫禁城心境顶流 但不是自己的东西 终究还是留不住啊 很快甄婴开始得宠 云婴儿则因为得罪了她 而被降位分 那眼高手低 很有野心的云婴儿 自然是七个不服八个不分 于是就在华妃那帮人的指示下 通过花碎给甄婴下药 这事被甄婴抓了个现行 连带四大爷也发了好大的活 最后甄婴告诉四大爷 自己才是内丸 以没原理的人 这下子四大爷不用在手下留情 直接刺死了云婴儿 最后被扔到乱葬岗 下场凄惨啊 No.6 丽品 据说是一位长相貌美 经常被四大爷翻牌子的人 因为总说太监是没根的东西 而被观众戏称为根品 她是华妃的小狗腿 但没起什么关键性作用 主意是曹琪莫出 执行是华妃安排 她最多也就是在旁边 帮忙准备些东西 在云儿下药事件时 就是准备好药的那个人 最后被小允子装鬼时下风 在冷宫里度过了后半生 No.7 丽品 一只天真烂漫的丽品 同甄嬛情童姐妹 她也因为登春活泼 所以很受似她也喜爱 但是她受处了之后 华妃一直看她不顺眼 这天去放风筝的时候 风筝现断了 丽品去捡风筝 却刚好碰见华妃 正在收受贿赂保监官员 她趴在一边偷听 被一边的曹琪莫看到 曹琪莫扔了块石头 引起华妃注意 丽品就这样被发现了 最后丽品一路逃跑 但还是被周宁海 摁在水里窒息而亡 No.8 覆察贵人 其实前妻的覆察贵人 很理智 夏冬春很多次找她叙叙叨叨 她都爱答不理的样子 但是自从她有了孩子 就变得有点蠢 先是用孩子一直作妖 显示四大爷对自己的恩宠 又时常说肚子不舒服 叫四大爷过来陪她 孩子没了之后 又开始针对甄嬛 两次在长街上 给甄嬛难看 只松有齐飞也对付她 但她这个人色力内然 被甄嬛一个人质的故事 下风了呀 No.9 华飞 甄嬛这群小赛鸡 刚进宫的时候 华飞可是后宫骄纵的宠妃 他各个年羹摇 在前朝也非常的把扈 四大爷一直看他们家不顺眼 于是就各种搜集证据 扳倒了年渣 华飞也紧接着 被狗腿子淘琴末告发 这位分直接讲成了答应 不服气的华飞想报复甄嬛 却因为放火烧碎于轩 直接被遗袖刺死 最后甄嬛到冷宫告诉他 四大爷对他饱有防范 华飞悲痛之下 一头撞在墙上 就这么去了 不过他的小狗腿 最后结局也很惨 这款传里的娘娘们 最后都是啥下场 No.10 曹琪末 他前期呢 一直是华飞身边的狗头军士 也因为有个女儿 不至于被四大爷忘记 但在年假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 他想与不想选择和甄嬛合作 结果因为揭发华飞干的坏事 而被四大爷谨升为香品 但也因为甄嬛的怂恿 一再向四大爷提议杀死华飞 四大爷和太后看他这人如此的狠辣 不能处啊 所以偷偷让他身边的丫鬟给他下药 野心很大的曹琪末 就这么舍在了心腹手中 犹如他对华飞的意愿 No.11 骑飞 切尔哈在选择也是数一数二的小纯蛋 别人一拱活 他就玩实名制下毒 先是在怡秀的暗示 以及暗玲如的科普下 给甄嬛送去了扎料粒子糕 不过由于甄嬛没有告诉四大爷 切尔哈捡回一条命 只是没有了儿子的抚养权 后来又被怡秀暗示 去给叶兰依送了段子绝孙红脑汤 这次四大爷第一时间知道这事 所以齐飞只有死路一条 No.11 骑飞 如果说切尔哈是倒数第二屯 那骑飞花六绝对是蠢到没边儿 比销也就是看中了这一点 才让他为自己工作 他最卓越的战绩 就是让他老爹连着几个月告状 终于告到了真远道 不过最后低血淹天时 一个人被下飞锅 直接被打住冷宫 最后瓜尔加士一族受到处罚 瓜六从冷宫跑出来 跪在养心殿前 却被侍卫乱棍打死 扔去乱葬岗 No.13 安玲如 安小鸟从选秀的时候 就是甄嬛身边的人 可入宫之后 一休挑拨离间 安小鸟逐渐和甄嬛离间 最后选择了破坏 他在树很招立放的射箱 致使甄嬛第一胎小铲 传言故意事件之后 又让人往真远道的老李放老鼠 让他谈言实意 不过在甄嬛回宫之后 一直处于被打压的状态 最后被甄嬛算起小铲 又爆出他之前干的坏事 在安小鸟失事之后 自己找甄嬛要了有毒的苦行人 自己为自己做了一次主啊 No.14 英贵人 他本来是果子离王府中的丫鬟 为了转移四大爷的注意力 别老盯着玉瑶 所以甄嬛才想着找一个新人助攻 幻璧挑选了自中出色的他 四大爷也非常中意 但是他在玉花园赏花时 被打孝子三大一眼相中 这个孩子呀可真是遗传了他老妈的蠢啊 不仅清天白日的表白 甚至还敢写情书 被经费抓到后 四大爷选择宝儿子 无辜的英贵人 就这么被刺了白铃啊 No.15 怡修 怡修这人伪善又会装 甄嬛在出宫之前 才终于看清了怡修的真面目 所以回宫之后就一直对付他 最后终于用自己的孩子 成功陷害到了怡修 后来怡修身边的简秋不服气 石明智下了个毒 却搞死了孟静贤 这次简秋和江富海被带走 他干的坏事啊 也根本保不住 四大爷听到他害了纯元 当时就想废了他 可惜太后留下旨意 不让废后 一休呢 也就活到了红礼继位后 但他得知自己不能当太后之后 直接心计而亡呀 推人入水开舵了吗 真恨这些坏事 到底是谁干的 反派那么多 到底谁才是坏事做尽的那位呢 又是谁没干啥坏事 去替人背了锅呢 今天就来浅派一下 那些反派干过的坏事吧 甄嬛入宫之后 搬倒的第一个小boss 就是鱼鹰儿 本来呢 他只是以梅元 信赖的一位宫女 就是因为过年的时候 被打发到园子里捡花枝 所以目睹了 甄嬛许愿的名场面 当时甄嬛自称是宫女 四大爷为了找到她 还真在宫女里开始寻找 以梅元 有个有才学的宫女 你去给朕找出来 这对于嬰儿来说 简直就是个送风题呀 你风如解义 如一抹摧残 于是他顶替了甄嬛 成为四大爷的新宠 风 以梅元宫女 于嬰儿为官女子 此举终翠 这么说来 甄嬛是纯元的替身 于嬰儿又顶替了甄嬛 那这 岂不就是替身的替身吗 好卑微哦 之后的事实证明 假的就是假的 于嬰儿在得宠之后 开始在后宫小张马虎 一开始是让梅姐姐给她让路 不过 这也不算啥坏事 她真正大的坏事 是把心脉戒关到慎城斯 最让人气恨的就是让小夏子 在养心店上演了一出 手包核桃 你闲着也是闲着 给我剥核桃 搞得孩子一手血呀 他还敢在御花园 欺负比他位分高的甄嬛 四大爷早就和甄嬛 又一起玩秋千的交情啊 狠狠的罚了于嬰儿 那他肯定是不甘心呗 就天天咒骂甄嬛 继续 最后听了华妃小团伙的话 让花碎去给甄嬛下药 想要弄死他 结果反费甄嬛抓了个现行 下线方式很凄惨哦 不要 不要啊 不要啊 我是皇上的人 你怎么不可以杀我的 你怎么不可以杀我的 于嬰儿这两个 又坏又蠢 妥妥的炮灰标志 可以说她是后宫 最失败的反派 跟她一样没出息的状态 还有华妃的狗腿子 丽萍 于嬰儿还能帮忙干点坏事呢 丽萍跟在华妃身边那么久 只是在给甄嬛下药的时候 准备了药 要是我 要是我弄的 我没让他害死反贵人 不是我 其他时候啊 只是嘴坏了一点 爱说太监是没根的东西 都说太监是没根的东西 一点心气都没 丽萍也因此被众人戏称为 根品 丽萍呀 真可以算得上是整部剧中 最没用的反派 她既没有曹贵人的先机 也不如送之灵力 于嬰儿虽然愚蠢 但还干过一些坏事 丽萍那可真是 站着反派的名额 却没干啥反派的事啊 最后小韵子装鬼的时候 丽萍直接的下风 之后呢 也是进了冷宫 征还小产之后 审美妆为了让她振作起来 还带她去了冷宫 当时丽萍还穿着自己的破衣烂衫 坐在那补装呢 这暧昧的习惯 都已经刻在DNA里了吧 虽然这两位反派 在剧中属于小喽啰 但是他们追随的华费 也不见得就是地表最小反派 相反 她还替人背了不少黑锅呢 有曹贵人所诉的牧鼠粉之事 纯贵人之死 收受贿赂 保健官员 更有指使于是 在婉萍的药中下毒 推会贵人落水 陷害会贵人甲孕 使会贵人一同染上十亿 华贵看上去不太聪明的样子 她真的干了这么多坏事吗 这些事情 其实不全是华费一个人干的 比如指使于婴儿 给正环下毒这事 其实就是曹其末 在背后出主意 陷害沈梅庄甲云争虫 也是曹其末搞出来的阴谋 就连华费给温宜 下木收粉这事 曹其末也是一清二楚 从这儿不难看出 华费这哪里是反派呀 真正的大反派 是他背后的曹其末 好不好 但像故意杀害福子 致使其变成破服 以及让周宁海 推沈梅庄落水 双双把春儿 溺斃在荷花池中 这些可都是 花费自己的主意 除此之外 他还让周宁海 给沈梅庄 送了得十亿之人 用过的杯子 致使他也得了十亿 可是在四大爷 抓到刘本之后 为了避免责罚 就和太医 窃取了温石出的 研究成果 之后啊 更是因为手里的钱不够花 就私生贿赂 保健官员 甚至在穿上 皇贵妃体验卡之后 故意针对甄嬛 以他迟到为由罚贵 还拿鞭子抽打沈梅庄 成了间接 让甄嬛小铲的凶手 其实他如果不罚甄嬛贵 不久之后 他也会小铲 华飞这一法 可算是掩护了 遗袖的安小鸟 仔细一算 华飞干过的这几件坏事里 不少都是别人出主意 或者是被人怂恿的 保健官员这事 不就是送支在他耳边说 这么干没问题 所以华飞 才真的这么干的吗 他这辈子造的念 大部分都出自曹其末之手 可见华飞也是一个蠢猛反开 他的小狗腿 曹其末 还是真正的大脖子 曹其末干的坏事 那确实是不少 除了前面我们说过的 其实春儿的死 跟他也脱不了关系 当时春儿趴在那听脏脚 华飞那帮子人 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他 反倒是一边站着的曹其末 看见那趴着的春儿 他拿起石头 丢在那发出了声音 这才引来了华飞的注意 如果他没有这么干的话 春儿兴许还不会被发现了 所以春儿之死 曹其末才是罪魁祸首 如果说反派曹其末 拥有最锋利的刀刃 是心机最深沉的反派 那复查贵人绝对是剧中 胆小忍怂 还非要闹腾的事多反派 复查贵人刚进攻的时候 智商还是很在下的 但是自从有了孩子 他的智商直线下降 先是总抢暗小鸟的东西 之后又是天天说自己不舒服 以此来争取 后来孩子没了 他又开始恨甄嬛 说自己的儿子是被他儿子克了 也真是难为他了 复查贵人开始搞事情 先是在安小鸟得宠之后 拦住甄嬛 对着他一顿嘲讽 虽然这次没打过 但复查贵人不怕困难 在他又遇到甄嬛的时候 他开始怂恿一边的齐飞动手 齐飞也是容易被人挑拨 复查贵人三言两语下去 他就直接叫了翠果 翠果 打烂他的嘴 这下子复查贵人 彻底和甄嬛结下了两字 最后甄嬛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生生吓疯了他 可以说复查贵人 是剧中最弱小的反派 不仅只会最低级的羞辱技能 而且这人一推就倒台 他是地表最弱反派 那谁是地表最强呢 你知道遗秀竟然干了22件坏事吗 我单知道遗秀在宫里 开了个多冷集团 为后宫妃子提供最扎心的服务 我却不知道遗秀竟然干了这么多坏事 遗秀的第一个阴谋 就是害死了同父一母的亲姐姐纯元 以及他肚子里未出世的孩子 从此之后的遗秀 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推测在甄嬛入宫之前 方贵人和新大级的小产 都是遗秀在背后搞的鬼 还有碎鲜树下的摄像 这就是四件坏事了吧 甄嬛他们入宫之后 遗秀干的坏事就更多了 首先沈梅庄学习管家的时候 不只是华妃不高兴 遗秀也在暗脱脱的针对他 人家提议裁剪历裁 遗秀就传令下去 让所有人只吃素材 历裁剪半的主意 是沈贵人在皇上跟前提的 这份功劳和苦心 本功可不能抢了他的 导致华妃吃不到蟹粉酥 恨起了沈梅庄 这才有了后来 华妃设计沈梅庄假孕争宠的事 但遗秀并没有止步于此 在安小鸟得虫又失宠后 遗秀开始挑拨他和甄嬛的关系 最后还真的成功了 于是他开始唆使安小鸟 用香料接蛋剁了嘛 先是赏花宴的时候 用香粉使得松子发狂 撞向复查贵人 之后又在甄嬛有孕之后 给他送去了早期人类粮粮糕 而且还是花香环 但同时 遗秀还挑唆齐飞 让他有了毒害甄嬛的心思 紧接着安小鸟又恰好路过 告诉齐飞 加猪桃粉可以害死甄嬛 但是等齐飞做好了 加料粒子糕之后 安小鸟又装模作样的 连下甄嬛 其实这就是为了让齐飞犯错 好让遗秀抚养三阿哥 之后在输横交的作用 以及华妃罚贵的作用下 甄嬛小产 可这事却全被赖在了华妃身上 至此 遗秀算是干了十一件缺的事 紧接着 遗秀利用甄嬛 扳倒了心头大患华妃 但是在这之后 又让瓜六老爹 在前朝告甄嬛爹的状 导致甄嬛爹最后 被革职关进大牢 同时遗秀准备了一场 纯元故意事件 导致甄嬛被禁足 刘珠也因此下线 可把甄嬛赶出宫之后 遗秀又把目光 放在了瓜六身上 他赏赐了瓜六 钻子绝酸红笑链 让他一直没能有韵 之后小叶子进宫 遗秀又开始唆使齐飞 暗示他 新来的要是不能生 该有多好啊 这才有了齐飞十明治下毒 给小叶子送加料红枣汤 这是他终身不孕的事 可事后 齐飞求皇后庇佑 遗秀却翻脸不认人 直接让他自己了断 再后来更了不得 遗秀见四阿哥 比四阿哥优秀 就让人在他的绿豆汤里下毒 想借此饿死他 没喝下去那碗汤 这才有机会成为甄嬛的好大儿 甄嬛回宫前 遗秀买通青天间 在太后宫里放火 自己也来了一出平地摔跤 护甲断香 想因此阻拦甄嬛回宫 很可惜他失败了 之后甄嬛回宫 遗秀的手段更隐狠 他借龙月来离近静飞和甄嬛 还差一点就要得手了 这次没得手 遗秀干脆安排了低血厌亲事件 他让瓜六告发 甄嬛和温石出有事 自己又在低血厌亲的水里加白凡 最后甚至借着安爹出事 强行让安小鸟有孕 想用这个孩子扳倒甄嬛 齐飞之死 挑拨离间 黎明总总加起来 足足有22件缺德事 跟遗秀相比 安小鸟虽然让人告诉甄嬛他家里出事 还给真爹送了鼠翼大礼包 可这数量上远远比不过遗秀啊 至于瓜六和齐飞嘛 他俩刚刚每一件缺德事 背后都是遗秀在搞鬼 他真不愧是地表最强反派呀 好